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日本的恐怖片 高速婆婆 影片一开场 一个名叫泽西女孩的组合 正准备前往一个传说闹鬼 并已经废弃了养老院做一档娱乐节目 由于嫉妒大眼妹 绿茶妹便唆使大兄妹 把一个钉书钉偷偷的钉在了大眼妹的衣服上 当大眼妹穿衣服的时候 果然把小脸蛋给划烂了 哎呀 这嫉妒真是一把杀人的刀 你颜值高他说你骚 你长得亮他说你浪 要是你的腿比他长 之前咱先把人物给介绍一下 这从左之右依次是大兄妹 大眼妹和绿茶妹 除了这三位之外 另外还有两个倒霉当 那就是摄影师胡子哥和经纪人冷淡姐 到达养老院之后 胡子哥简单的向三个女孩布置了一下任务 胡子哥说你们进去之后找到指定的房间 然后连蹦带跳瞎胡闹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 首先进入大楼的是大眼妹 在进去之前大眼妹对着镜头发表了激情四射的演说 大眼妹说我是漂亮大眼妹 今年方林16岁 因为从小信苏哥以后准能开上车 大眼妹说完之后就走进了大楼 大眼妹进门之后发现这屋子里比他妈鬼子进村还乱 这进不住当下就是一颤 大眼妹对着镜头说 这里情况不太妙 我有可能被吓尿 大眼妹战战兢兢往前走 很快就来到了房间口 这大楼里的鬼几乎全是罗雷空 一看来了一位小甜甜 这一个一个都开始穿穿欲动 接下来随着大眼妹的一路下学末 很快就见到了高速老婆了 转场之后 大眼妹在排练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脸上的那道伤口竟然开始溃烂了 当大眼妹正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孤影子脸 沉鱼落叶的高速婆婆突然就天去下凡了 大眼妹走进隔断一看就是一阵干颤 心想这高速婆婆的身体可真不赖 都这么大点击的大姨妈还现在 到了晚上 当冷淡姐正在看排练的录像的时候 突然发现高速婆婆一闪入 差点把冷淡姐吓了休了客 当冷淡姐正懵逼的时候 突然发现她本人出现在了屏幕上 冷淡姐越看越不对劲 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出事了 转场之后 冷淡姐等人来到了大眼妹的家门口 希望大眼妹能够以大局为重 带病建制工作 大眼妹的妈咪忧郁姐说 我闺女因为伤口感染了 现在是又发烧又感冒 一天到晚在吃药 你们要是还有点人性了 就让她在家好好养病 冷淡姐听完之后表现的相当冷淡 说轻伤不下火线 你就让我们跟大眼妹见一面吧 忧郁姐说你这个周八批 再不走我就给你急了 冷淡姐一看对方挺冲动就想来横的 那忧郁姐能答应吗 俩娘们是你真我多 差点把冷淡姐的胳膊给夹折了 胡子哥撸起冷淡姐的袖子一看 这当下猛的就是一颤 到了晚上 好奇的大兄妹摸到了大眼妹家的门外 透过窗户 她看到忧郁姐正在虐待一个老太子 趁着忧郁姐在厨房忙活的时候 大兄妹便偷偷的溜进了大眼妹的家里 就在大兄妹四处乱看的时候 忧郁姐突然出现 大兄妹一看就慌了神了 急忙刺溜一下 就跑进了隔壁的房间关上了门了 大兄妹进屋之后 突然发现房顶上有猫腻 于是她急忙顺着梯子就爬了上去 大兄妹拿着手机正在四处瞎穴磨的 突然就看到了高速老婆婆了 大兄妹就感觉当下一凉 差一点就摔出了墙了 趁着大兄妹正懵圈的 忧郁姐上去就是一股指扇的 忧郁姐说小丫头骗子 你要是再调皮 老娘就抱着你的局 转场之后 这帮人又不止死活的来到养老院翻街 当胡子哥带着绿茶妹和大兄妹刚走进去 马上就引起了各路色鬼的注意 当三个人正下球转的时候 高速婆婆突然就出现 接下来是几十米的追逐戏 高速婆婆的屁股后面显然是装有发动机 这涡轮增压刚一介入 立马就把她三位撵得尿了裤了 当胡子哥正倒气的时候 高速婆婆突然来了一招贵妃醉酒 直接就把胡子哥送到了残联的大门口 转场之后 从冷淡姐那条胳膊的状况来看 这姐们估计快要领盖饭了 胡子哥坐着轮椅出现了 胡子哥说你们也看到了 我现在坐公交已经可以免票了 由于我在工作中的失误 公司已经把我给解雇了 俗话说服务双至祸不单行 我这就叫敦坑望带纸 手机还不好使 绿茶妹说你还是脑子不够灵 你等它晾干不就行了 你呀也别惆怅 先跟我们说说这养老院到底什么情况 胡子哥拿出一张报纸说 以前住在养老院里的 都是一些无人赡养的孤王老人 而这个养老院的无良员工 又经常虐待他们 就在三年前呢 全部的离奇死亡了 转场之后 当胡子哥正打算乘电梯的时候 突然就遭遇到了高速老婆婆了 胡子哥一看 意识到自己今儿很可能要完蛋的 就在胡子哥盘算怎么办的时候 高速婆婆突然一招老寡妇到齐光光汉 直接就把胡子哥从残联的送到阳望殿了 绿茶妹等人跟着宝安来到楼梯口一看呢 发现胡子哥的交通工具还在 但人却不见了 针对发生的这一系列怪事 绿茶妹和大兄妹经过商量 认为大眼妹应该比较了解情况 于是两人便来到了大眼妹的家门口 打算就之前订书丁的事啊 向大眼妹道歉 顺便呢 再咨询一下今后该怎么办 当两人走进房间的时候 发现之前那位老太太 正在自娱自乐的哼着歌 两人一听啊 这老太太唱的呀 正是他们组合的主打歌 机灵了大兄妹急忙撩起老太太的头发 才发现这老太太不是别人啊 正是大眼妹 大眼妹说那个养老院的密室里啊 有一个鬼魂被困在了里面 只有把那个鬼魂放出来啊 我的诅咒才能被解除 大眼妹说完呢 把之前在密室门口捡到的一只簪子 交给了大兄妹和绿茶妹 转场之后 绿茶妹和大兄妹趁着月黑风高 就来到了养老院了 两人来到密室 撕开了那个裹着布娃娃的白装袋 绿茶妹把那只簪子插进去之后啊 布娃娃马上就用意念 把老人被虐待的经过赏回了一遍 原来啊 老人们在受了虐待之后啊 为了报仇 便用布娃娃给那些员工下诅咒 员工们发现不对劲之后啊 便把这些老人呢绑在床上 然后这帮孙子撒牙子都撩了 最后那些老人呢 因为无法脱身全都挂掉 布娃娃解完仪试完火 突然就变成了高速老婆婆了 绿茶妹和大兄妹一看高速婆婆这张脸 马上就意识到有危险啊 接下来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追逐戏 时间不大绿茶妹就嗝了屁了 而与此同时 由于诅咒的解除 大眼妹突然出现 看着眼前诡异的这些事 大兄妹是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便再次来到了大眼妹的家里 有了上次挨大嘴巴的教训呢 大兄妹这次更加谨慎 当她走进房间的时候 发现大眼妹其实早就挂掉了 就在大兄妹蒙圈的时候 高速婆婆突然私下伪装 露出了她那张骨色天香 大兄妹一看就尿了一裤裆了 影片的最后 在大眼妹和绿茶妹鬼魂的协助下 大兄妹竟然一刀把高速婆婆给单挑了 可皇后约小太监开汽车 这事情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多呀 果不其然呢 当大兄妹认为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高速婆婆又天女下凡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做人一定要善良 千万别当白耳朵 长学小杨贵如恩 必须孝敬蝶鹤娘